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缘分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樊瑶 然后我来自贵州碧杰 今年26岁 身高是178 现在从事的是一名 电商运营助理的工作 然后月薪的话 大概4到5000 本期交友男嘉宾樊瑶 年龄26岁 身高1米78 职业电商运营助理 约收入5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上一段感情就是 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和他在一起有 大概一年吧 然后因为毕业了之后 我们两个人都 要选择去不同的城市吧 然后觉得 这个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有很多东西的话 不是我们 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去左右的 然后就最后选择 和平分手 对于我未来的另一半的话 首先性格方面 我希望她是一个 温柔一点的女孩子吧 至于外表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特别很在意 然后我希望她的 她以后也有一份 就是很稳定的工作 在重庆的话 希望能找到就是 那个另一半 然后一起努力吧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性格温柔 二 有稳定的工作 好 我们看到男嘉宾了 先把男嘉宾叫过来 来来来 小凡 是你吗 对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好 来面朝大家 因为我今天还带了个美女过来 这位 不白貌美 大长腿 不是 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同事 因为我来重庆这边 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她是我在这边的 一个好朋友 也算是同事 您公司都是女孩子吗 同事 男的女的都有 有男有女是吧 那你怎么不带个男的过来 跟你相亲呢 因为可能他们不方便 带女孩过来才不方便 贵姓 我姓杜 小杜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他刚从贵州过来半年 然后过来工作 我是他的第一个朋友 所以和关系比较好 然后就来帮他参考一下 这是不是说明 这个男嘉宾这个人 异性缘还不错 没有 长得帅肯定还不错 但是他人比较正直 你自己什么情况 我单身 反正好我不问了 我觉得越问越挖坑 好 没问题 不管是男是女 对不对 都是我们重庆人 小杜重庆人吧 对 重庆年 对的 重庆年 重庆年这些情报 不过小凡 你自己工作的更多的是 到底做什么样方面的内容 我还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选品 选品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卖什么 用什么样的打法 活动打法 你自己会出现在直播的镜头里面吗 这个偶尔会 偶尔会 很少 小杜重 我印象当中 但凡是做直播 特别是做直播带货的人 那性格一定会非常外向的 而且必须得很有感染力 对吧 或者就是那种 我感觉人来风 但是我觉得你同事感觉不太像这种性格的人 你看他丝丝纹纹的 还有点腼腆 因为他 也不属于是全 全直播的那种 就相对于是中间会喊一些 有一些后期的幕后 画外音 对 我有点印象了 就是那天我还刷到一个 直播带货的 那个博主在前面说 各位亲 马上给你们上午单 马上上午单 然后我听到旁边有人在 活动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吗 真的没有了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能不能再帮我上一单 就是那个话外音 对 就是你在喊 对 这种再播后的话 就比较放得开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示范 一个工作的状态 那我就在现场扮演一下 带货主播 你就来帮我一起 带一下节奏好不好 你现在是不是面对我们的镜头 感觉有点紧张 第一次参加这种 节目吧 那你在镜头外面好不好 好 回到你工作当中最自然的状态 好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块 我们来自宇宙无敌 超级保温杯 那么这款保温杯 我们现在只有五个名额 带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亲 那现在我们上面接 只有五个 来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 直播间保持们 我们这个商品已经 马上就没有库存了 然后我们赶紧抓手术 真的没有了吗 真的快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后权能不能再帮我争取五个名额 保持们我们肯定会尽力去争取啊 但是能不能争取到这个就要看运气了 所以直播间的家人们 那能不能再给我争取一下 再来两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亲 大家最后再去抢一抢 好好好 我们再给我们直播间的啊 保持们再争取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抓紧时间 我已经尽力了啊 那么最后只有五个名额 还有没有 还有我们最后还有五个名额啊 还有五个 好 那我刚刚看到直播间里面啊 如果下单了还没有付款的 我们就把它踢出去好不好 对对对 踢出去不要炸我们的名额 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赶紧下单赶紧下单 好 还有没有 最后的时间有没有 最后三个名额 还有三个名额 还有三个名额了 还有三个名额啊 最后三个名额 来抓紧最后的时间 最后再给大家三十秒钟的时间 还有没有 最后三十秒钟 只有一个名额 只有一个名额了 只有一个名额了 最后这个名额 我自己就把它留下来 好不好 送开我们今天 我们男嘉宾 好好好 来来来 是这样的感觉吗 差不多吧 你觉得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我觉得做主持这份工作 其实和主播应该很相吧 就是一脉相承 所以说主持刚刚 就是也很富有知情 我以为你说做这份工作 简直是埋没了我的才华 要不要考虑一下转行 好好好 今天这样我们达成一个约定 我帮你把亲相成功了 你就帮我带回到你们的直播间去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他一点机会不给我 好了 刚刚我觉得咱们是一个互动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 也是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通过刚刚这样的一种演绎吧 我看到其实离开了镜头的小凡 回到工作当中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你其实更加地自信了 也更加地放得开 更加地自然了 希望今天的相信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男嘉宾阳光帅气 则要求也很简单 原本我们以为会很顺利地匹配到 合适的女嘉宾 可没想到男嘉宾外地人的身份 却让我们在匹配的过程当中困难重重 喂 你好 吴小姐 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嘉宾会员资料库里面 给你匹配了一位男嘉宾 今天儿子卤水 反正形象那些都还是不错 是从事点伤 云印阻力 但是有个情况 它是外地的 在重庆那边上班 目前还没卖竹房 我都看你那边觉得怎么样吗 听你说起来 它的形象 国方面条件都还可以 但是我现在不想考虑外地人 我只想找一个重庆本地的 我可以接受外地人 但是必须要有稳定的工作 和在重庆有本地房子 但是我看那个男人 好像在重庆没有房子 那就算了嘛 我觉得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嘛 那我们那边都安排一个时间 安排你们见面吧 那这位愿意接受外地人的女生 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陈思 今年28岁 身高163 是一名舞蹈老师 收入大概在7000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陈思 年龄28岁 身高1米63 职业舞蹈老师 月收入7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其实在短短的半个月前 思思就曾经参加过一次凡人游戏 在当期的节目当中 栏目组给她介绍了一位 在重庆上班的河南人 相处过程当中 尽管两人因为定居哪个城市 以及彩礼的事情 产生了诸多误会 但最终在上期男嘉宾真诚的解释之下 两人还是牵手成功了 可是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她却为何再次来到凡人游戏呢 相处下来的话 发现她人还是不错 但是从形象上来讲的话 还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就更适合做朋友 这一次的话 我就在形象上面的话 比较注重 我还是喜欢阳光帅气一些的 平时打扮的话 要时尚一点的 然后呢 性格上要活泼一点 开朗一点 这样的话就会更好 也希望的话 她在休息时间上面 也要灵活自由一些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阳光帅气 二 性格开朗 三 工作时间自由 综合来看 女嘉宾无论从性格 还是工作上 都完全符合了男嘉宾的要求 两人的匹配指数达到了90% 而在见面之前 由于知道男嘉宾外地人的身份 女嘉宾也提前联系到了栏目组 将约会的地点 定在了具有重庆特色的 网红打卡地龙门号老街 并且在见面之前 她还给男嘉宾出了一个小难题 那女嘉宾呢 现在就在我们这个老街上面 但是具体在哪儿 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那刚刚女嘉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 她说她会在一座彩虹桥下 等待缘分的到来 那么待会儿呢 那我们就先不要小度来帮助了 对不对 因为小度本地人嘛 我们让小凡根据我们刚刚提供的这个线索 看一下你能不能找到我们的女嘉宾 好吧 好的 不知道男嘉宾能根据线索 顺利地找到女嘉宾吗 还是比较就是期待的嘛 而且现在天气也挺冷的 因为我自己我也觉得挺冷的 所以说希望就是当时希望就是早点 就是找到我们的女嘉宾 然后让她不用一个人就是在外面干等着嘛 哎小凡怎么样 我看你在这找了半天了 找到没有啊 我刚才逛了半天也没看见 就是女嘉宾在了 反正呢 我觉得我们重庆的地形是比较特别啊 你看这个地方 层栏叠杖啊 然后一山而建 你必须得不停地到处去走 你才能够可能看得到女嘉宾在哪 而且你看在这过程当中 你还真是要去仔细地发现 我刚看你一路走过来以后 你左右看一看 就大概也就是瞄了一下 没见到有合适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虽然就是女嘉宾的话 也没见过嘛 这么多人也很难就是一眼就看出 行这样 因为我看小凡已经找了好久了 我怕女嘉宾等得很着急 所以我上来给你一个提示和线索 好不好 好 你顺着我的手往前面看 在一片白色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户外休息区 那边有一个单身的女孩 坐在那个地方 感觉像是在等人 看到了 看到了是吧 你刚刚看到没有 刚刚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我以为是你看到了 你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而且你看 现在女孩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画面 我觉得也符合开始 她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因为女孩的头顶下 刚好就有一座彩虹桥 这是我们重庆的东水门大桥 所以符合这个画面 女孩一个人也有可能 她就是在等待你的女嘉宾 当然不一定 有可能人家等自己男朋友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你愿不愿上去试一下 那我去问一下 你好小姐 请问你是在等人吗 对在等人 你是在等你男朋友吗 在等未来的男朋友 我可以在这坐一下吗 好的好的 谢谢 请问你是来相亲的吗 你 对的 挺漂亮的 然后也挺温柔的 就感觉她非常有气质吧 挺喜欢的 好来来来 我是不是觉得你们俩 越说越近乎了是吧 越聊越感觉 今天咱们就是为了这儿 坐到一起而来的是不是 好来 这样咱们先站起来 面对大家好不好 好吧 我把两位叫到一起 然后刚刚你们是不是 聊着聊着的 发现好像今天 我们就是来见对方的 是不是 有一种这种感觉 不过刚刚 思思回答了一句话 说在这里等未来的男朋友 对 未来的男朋友在哪里呢 还在找 还在找 还在找学的过程当中 对 到底未来的男朋友 会不会在今天出现呢 可能思思今天就会知道 这个答案 为什么 因为旁边这一位 就刚刚过来给你 搭话问女话的 这位就是今天 我们的男嘉宾 姓凡 小凡 接下来我们也认识了 那我们不妨就在 这个彩虹桥下面 在江旁边 我们先坐着 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的 今天见到男嘉宾的 第一眼的话 还是觉得他很帅气 然后身高的话 也很 就是达到了我的要求 初次见面 两人对于彼此的印象 都非常好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 深入了解当中 两人之间 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我不是重庆的 我老家是贵州的 怎么到重庆的呢 我之前来过这儿玩嘛 然后就挺喜欢重庆的 然后就 就选择在这里工作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在重庆定居下来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这个工作情况吧 如果工作顺利的话 会考虑 你说到会看那个工作的发展前景嘛 那就是如果说你找到你喜欢的女孩子的话 你还要回去吗 也可以留在重庆啊 你也可以留在重庆 你也想过把她带回去吗 对 我觉得工作可以在重庆嘛 但是平时可以一起回去 过过年啊 过过节什么的 过年 过节的时候回去 但是自己 小两口 就是在重庆住呢 还是说在贵州住呢 我工作在重庆的话 就应该在重庆 我肯定是 希望的话 就是 自己的男朋友是在重庆定居的 因为重庆女孩子就还是不太喜欢外嫁的 对 其实我以后的话 应该没什么打算就是回老家吧 那我觉得重庆的发展会 就是我更看重一点 我觉得重庆的发展更好 所以呢 我觉得女嘉宾不用担心 就是说因为我以后 可能回老家的这个问题 然后一定这个问题 其实不用担心 对于在哪定居的问题 两人都达成了共识 可是接下来 两人聊到的一个话题 却改变了这顺利的相亲局势 你们就是怎么休息呢 平时 其实我们的 虽然说规定的时间 也是超九万六吧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实际工作时间都可能八点吧 要加班的那种吗 对对对 因为他复盘要复盘很久嘛 哦 虽然说加班 但是也有加班费了 就是 还是很辛苦的 现在你是那个单身嘛 对不对 那以后找了女朋友的话 那你这个能 就是万一女朋友晚上说 哎我们去哪里玩呀 去哪里约会呀 结果你要加班 那这个你们加班可以推吗 还是说必须要按照那个老板的加班时间来呀 这个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能说如果以后有 女朋友然后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尽量去平衡吧 因为我觉得工作的事情也说不准 然后希望另一半能够理解吧 那周末呢 你们休息吗 周末 周末休息就是单休周日 我们的校外培训机构呢 就是周末最忙 因为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的话 周末他就是不上学嘛 对他周末才有时间 对他周末才有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周末最忙 然后周一休息 然后我们这休息都是在周内 也是就也是休一天 就是这种 对感觉就刚好错开了 那你要是找一个另一半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很有影响 所以我就希望他的休息时间 可以灵活一点 就是不是那种 比如说传统上的就是双休啊 或者说怎么怎么的 就是他可以灵活一下 安排自己的时间呀 或者说是 他的休息时间可以调整的那种 就像你们公司啊 比如说是周日休息 但是你说我周一有事 我就选择周日来加班 我就把这两个休息时间 换一下的这种 这个的话 因为我可能工作性质不太一样吧 因为我们这个 做一场直播都是一个团队嘛 可能你少了一个人 就会很影响 可能就运行不了的那种 对 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好的 那个能够调 而且就是你像你晚上加班 比如说加班到八点 对不对 像我们上课的话 也是上到八点半才下课 就感觉的话 两个人都在加班子的样子 对 那其实如果都一起加班还挺好 对 都一直在加加班 大家回去都好晚 你们上到那个八点的话 就是在公司自己就吃了晚饭了 是吗 公司有那个准备一些工作餐吧 但是很少 很少去吃 就是一般自己回家了 然后到那个八点之后 然后回去 然后自己再吃 对 那要是两个人都这么晚下班 大家都很累了 怎么办 都不想做饭了 其实虽然加班很晚吧 但是我觉得回去也不是很累 我觉得回去可以 还是可以做一点吃的 我觉得没问题的 你会做饭吗 会啊 会一些简单的 那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 其实男的也会吧 也不是说会 我觉得学也学得会 你就是说 不会排斥做饭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不会 因为我觉得 也不是什么很累的事情 男嘉宾她的休息时间 是在周末 然后我的休息时间呢 是在周内 就是这样的话 休息时间凑不到一起 我也不能接受 女嘉宾呢 这边呢 有一些关于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在一起之后 这个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 可能有一些不太协调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顾虑和担心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把这个男嘉宾 把小凡也叫过来 那我觉得大家 如果说有什么想法 最好就是当面来进行沟通 我先替思思问一句 这个小廖 你的这个工作的时间 它有没有一定的这个灵活性 可不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协调 一场直播是一个团队嘛 所以说协调的话 不太好协调 因为你少了一个人 可能会影响一个团队的整体工作 所以它还是比较有责任感的 我觉得啊 就是不光是想着自己一个人 不想着整个团队 但是你们直播的时间 比如说你现在 目前有可能是 这个周末来进行直播 或者某一个时间段进行直播 但是会不会到了今年或者明年 它直播的时间就可能会调整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是有的 因为直播的时间 我们会根据就是 比如说什么节假日啊 什么特殊的日子 进行调 然后后面就会顺序调整吧 那思思讲到的是 因为他做老师的这个缘故 一般是周末的时候是最忙的 对吧 周末孩子们才会来上课 然后呢周一到周五 可能相对自己可以休息 那你比如说 在思思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在某一个星期 固定某一天的时候 能不能专门为他来 调出一个时间 把你工作安排好 调出一个时间 能够让你们有共同 去约会 去相处 去共同 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这种机会 不要让我把工作和 就是感情选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 很难去做选择吧 但是我会尽量把感情放在稍微重要一点的位置 你这个里面加了好多这种 这个 不太确定的因素 什么尽量啊 可能啊 面对女嘉宾的担忧 男嘉宾的回答显然没有打消她的顾虑 为了不让两人就此错过 特派员也叫来了男嘉宾的亲友团 希望能够给她点建议 帮助两人的约会顺利进行 还没见面是吧 正好借这个机会先介绍一下 思思 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给小凡的这个女嘉宾 你好你好 就这位肤白貌美的 是她的同事兼朋友 好好知道了 刚刚看两个女人互相盯了对方一眼 有点微妙 就有异性陪过来相亲这个事情 本身你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我们谈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把你叫过来的目的 就是想问一下第一个 那你们这种工作的性质 这个时间安排上面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建议 第二个我就很想知道一下 就是在你们公司其他的同事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对吧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借鉴嘛 首先呢我们的工作是 关于直播这一块 就是时间上很多直播 就是从早上九点钟 一直播到晚上 有可能十二点都有可能 因为要带货都要有小两须 时间上的战线就拉得很长 然后平时也很辛苦 包括休息的时间也是周天 也不一定说实话 就是很忙的时候 也会叫你做一些事情的 因为这个确实很辛苦 如果不换工作的话 就是腾出一些晚上的时间 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个月嘛 就是可以请稍微请一次假的 约会一下 滚固一下感情 其他的话我感觉没什么 因为工作 每个月专门找一天请一天假 来来见面是吧 对 那请哪天呢 那就咱们每个月农历的15号 请一天假是吧 可以请 牛郎之女见一下面 那我还想问一下 小兔就是你们公司的其他的同事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我感觉很多都是单身 包括我 感觉他们可能不约会吧 所以这就是你们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你们单身的很多 也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的信息 但在女生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 时间实在调不开的话 就可以聊天 多聊一些 多关心一些 然后过年过节 如果实在不行 然后这种 就送一些礼物 送一些鲜花 人没到 但是心意到了就行了 听到没有 明白了 这是你作为 你的亲友团 作为朋友 当然更多的是 她作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她也在讲 她对于就是时间 或者对于你们这种工作性质的 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下 她内心的一种需求 你人会不起 你离起的心吗 就是一定要有心 对 对对对 一定要有心对吧 也不是说 一定这个所谓的送礼 就是送什么衣服包包 比如说 今天下雨了 降温了 对吧 甚至是下雪了 我们大家都在忙于工作 我们不能够陪伴对方 但是我点上一杯奶茶 对吧 这个时间总有吧 一个外卖 点给未来的女朋友 给她送到手里边 然后再给她发一个 这个温馨的短信 说亲爱的 虽然我不能来到你的身边 但是我相信 这冬天的第一杯奶茶 能够温暖你的心 然后你好好保重自己 我忙完了就来见你 我相信女孩看到了以后 是什么感觉 思思 我觉得如果是 这种她的心道的话 我就觉得 好很好 这个男人非常棒 对 你去拼你的事业吧 对 我也不打搅你 不影响你了 对吧 对 因为我们休息时间不一致 但是我们晚上 下班或者说中午 你得近的话 可以一起吃吃饭 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晚上下班 其实九点 你可以一起吃个晚饭 什么的 周末我觉得 偶尔的话 我也可以去申请 去调秀一下 就是晚上的时间 你觉得基本上 都还是能够抽出来 陪未来的女朋友 周末的时间 你会根据情况尽量 对吧 对 思思满不满意 因为确实是因为 她的我们两个工作时间 确实凑不到一块 她都已经在 就是在工作很忙的一天 抽出晚上来 就是来陪伴的话 还是挺好的 好 行 好 最后我说说我的想法 虽然刚刚的我是可能 就是男孩这边 我给他压力会大一点 但是事实上 在我看来 作为现在这个繁忙的 这个高节奏 高竞争的都市里边 所有的都市男女 大家的压力 其实都挺大的 那么大家都会 为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自己能够 在这座城市 更好的生活而打拼 你们俩刚才的 这种顾虑或者问题 其实在我们身边 很多的情侣之间 甚至很多的夫妻 家庭里面都会出现 那大家都可以找到 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虽然不再朝朝暮暮 但是我们一定要 共同奔赴 好吧 我知道我的工作时间 也很难调整 但是我会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吧 从其他方面 就是尽量地去弥补一下 对方 后面的话 他自己说到的一些 调解的办法 虽然说他没有陪伴 在我的身边 但是也能感受到 他的用心 尽管两人的休息时间 不一致 但是在亲友团的建议 和男嘉宾的真诚表态之下 女嘉宾还是愿意 跟男嘉宾有进一步的了解 可是在接下来的约会当中 究竟是发生了何事 竟让女嘉宾如此不悦 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一个人在旁边 就挺尴尬的 就感觉没有感受 没有体会到我的感受 没有顾忌到我的感受 男嘉宾和亲友团之间 又为何会如此亲密 两人的相亲 还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呢 走 我们去逛一逛 安孙 曾尼没有来过那点吗 真的没有 我连南区就第一次来 那相当于就是那些 什么热门的景点 比如说什么 那个青鬼川楼 还有什么 青鬼川楼 那个知道是哪吗 那个叫什么赫博龙 什么 就是那旁边 不是有座小黄楼吗 就青鬼川楼对吧 完了 我只知道你自爸 都是的 你自爸来 是吧 那旁边有个小黄楼 这好好看 我都没怎么来过 来帮我拍个照 帮你拍个照 用你的手机 快点 拍了没 再画一个 好了 给我看一下 好了吗 这什么呀 眼睛都闭着的 你拍得太丑了吧 太丑了 你拍照的 往前面 往前面去再拍 重新拍过 你要不要拍两张 我帮你拍吧 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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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往前面走 好 我感觉你拍照 是不是还挺有经验的呀 感觉你都还知道蹲下呀 还知道给他就是动作指导这些 没有呀 就是经常看嘛 因为刷抖音的话会刷的一些 哦 但是我自己实操的话基本上是很少 哦 他偶尔帮我拍 偶尔帮我拍 对啊 偶尔就是 一直在外面的话 上班的话会 啊上班也拍吗 对对对 哦 那上班 上班拍什么呢 上班就是拍一些 这个好看 啊 我要拍这个 这个 嗯 不是 你在那儿你在那儿 好 好了没 还没有 我说眼睛 哎走吧走吧 前面还有 没拍好 哪儿没拍好呀 眼睛拍出来特别小 走吧走吧 啊前面还有呢 前面还有还有 还挺多的 就发现他一直在和他的亲友团拍照 就我一个人在旁边就挺尴尬的 就感觉没有感受啊 没有体会到我的感受 没有顾忌到我的感受 男嘉宾和亲友团的频繁互动 让女嘉宾尴尬不已 而接下来他俩的另一举动 更是让女嘉宾难以接受 Hamı muốn 和你 ın 你看 你们要喝水吗 我要 veteran好 请 suppliers 我去买点瓶 你们等一下 好 嗯 你是也在他那个公司 一直在上班吗 对 跟她是同事 一起入职的那种吗 没有 我比她早一点 好 谢谢 那个是男女 小的最近会不会男女吗 我没注意 没注意 那我重新再去给你 再去给我买一杯 等一下 感觉你们关系挺不一般的 就挺好的 就是那种 就是 没有 你不能喝冷的 他都知道 别误会 只是比较熟 刚才我不是带那个男嘉宾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亲友团 去逛了一下吗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 就是男嘉宾就主动问我们 就要不要喝水 他就还是主动地去买了水 但是这个时候那个亲友团 就说了一句 他就说 你要给我买冷的 他说你不晓得得几天 我不能喝冷的吗 我就觉得 我去的这种电话 你肯定死 我不晓得 我觉得 对 最近不能喝冷的 这个是有点 私密的一个 对啊 他末端子都 笑得能够清楚啊 我觉得 如果说真的 其实那种同事关系的话 肯定没有 好 我明白了 是是 你说到这 我大概心里清楚 你的想法了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异性的亲友团 陪过来相亲的 也不是只有他们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 类似的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身边 我相信 由异性陪着去相亲 或者是说 有关系特别好 纯有异的异性的 那也有 那肯定是有 所以呢 你单从这个事情上面 你要说他们俩有什么呢 他 有点 有点片面 当然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确实这个因人而异 对吧 有些人对于这个事情 可能会比较的在意 那有些人可能会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那既然思思你刚刚观察到这些 而且我感觉你会有那么一点建议 对 那我这样问你哈 思思你身边有没有关系 特别好的异性朋友 没有关系很好的 就是没有说到那种 真的什么都无话不谈的那种 但是说你偶尔聊聊天 或者说工作上 你就是请教一些事情的 还是有的 你怎么去 就是界定这个度呢 我的那个男性朋友哈 明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我还经常去邀请他 你出来玩啊 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们晚上去酒吧 喝喝酒啊 或者说 什么事情我都要来麻烦你 就是感觉 好像你就真的是柔弱 不能自理的那种了 我就觉得 就是可能他是单身的时候 你俩就是关系好一点 我觉得没关系 但是你都知道他有女朋友 你还这么的话 我就觉得你就有益而为之了 就是有一个边界度嘛 对对对 你会不会把你生活当中 比较一些隐私的事情 或者一些生活习惯 告诉你的意思 还是不会 我觉得这还是更多的 还是和自己的姐妹呀 这种去聊天 对 所以我说就这个事情呢 首先第一 它确实男女之间会有分寸感 会有一些度 第二呢 也因人而异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 接受不同的程度 不知道面对女嘉宾 所担心的异性朋友的问题 男嘉宾又会作何解释呢 刚刚在咱们 龙梦号老街游览的过程当中 私私注意到几个细节 小凡给自己的同事 拍了好多照片 然后还买了水 就是两位女士都买了水 表面上看起来是 因为都是一个是朋友 一个是今天相亲的对象 都要照顾到嘛 一碗水端平 但是又好像听到 这个小杜在讲 现在不方便喝那个水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 细节的东西啊 不过在今天这种场合里边呢 确实就会让女孩子呢 会有一些想法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两位请过来嘛 因为我是觉得 有什么问题 大家当面说清楚就好了 我就先问一下小杜啊 就是你觉得 刚刚女孩就女嘉宾观察到的 这些细节或者这些事情 在你看来 它是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啊 因为我们俩平时 就是这种相处模式 也没有很出格呀 就很正常的相处 拍照这个我觉得 其实也还好啊 出来玩了 叫自己身边的朋友 给自己拍几张照片 这个没有关系的 但是关键是那个 买水的那个事情 一个是他怎么会知道 第二个是你 你觉得 就当着相亲对象的面 告诉小凡 会不会有一点 有点不合时宜吧 没有 都是平常我们熬夜啊 加班的时候 都是经常很同时 帮忙买点水 买点热水那些 可能大家都在一路都晓得 我没得还知道 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 时间比较长 是吧 然后大家又是作为朋友 可能也是出于 对对方的一种信任 所以可能会把自己 一些生活当中 比较隐私的东西 也跟对方分享 后面的话 就是他的同事也说 他觉得这个行为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的话 从女孩子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应该 保持一下距离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最开始问小杜呢 也是希望小杜 自己她作为一个女性 同样都是作为女性 来回忆一下这个事情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还是要看 男嘉宾自己 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 因为以前自己 也是大安心嘛 所以很多问题 没有注意细节 然后包括和我们小杜的话 确实也是因为工作的 相处时间太久 包括我们其实 其他的可能 其他的同事也都知道吧 可能也有其他同事知道 也不可能 也不应该只是我一个人吧 就是平时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 对 就是大大捏捏的嘛 特别是小杜 以后的话 这些问题会尽量规避掉嘛 然后就是和异性的关系 处理这方面 我觉得以后的话 肯定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主持没有提醒我的话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为就是平时自己也是 大大捏捏的嘛 然后就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上的问题 以后多多注意吧 那男嘉宾表的这个态 我反过来问一下思思 你对于他这个表态 怎么想 满不满意 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想法吧 只要他自己能分清楚 就是单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然后有了恋爱关系之后 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对 我自己觉得 可能一直以来 大家都会有一个讨论 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 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 来展开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就跟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是一个道理 你永远也说不清楚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哪怕就是男女之间 是真正的纯友谊 他也有一定的分寸感和边界感 你不要说异性之间 要有分寸感和边界感 同性之间的朋友 同样也有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朋友 我不反对说 我们有身边有异性的朋友 我们这个社会 那也不可能说 让我们每个人 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 都不接触一起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其实我觉得就在于 中间的这个人 在今天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就在于男嘉宾他自己了 那你自己应该去把握一个度 如何来权衡 自己女朋友的感受和想法 那如何呢 去保护在你身边的同事 和朋友想度 他的这个想法和感受 这个就是考验你智慧的时候了 那其实说起来呢 也是有难度的地方 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 那不管是作为思思来讲也好 作为小杜来讲也好 你们也应该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的调整 思思也应该多去给他一点 自己的空间 去信任他 去了解他 小杜 你作为他的朋友 如果朋友以后 身份发生了变化 你自己也应该做出一些 适当的调整 我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协商 有什么事情拿出来 把它好商量 说透了 误会就会消失了 我对我们女嘉宾的整体印象 今天都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希望 如果以后能在一起的话 我会就是努力 改掉自己的很多问题 然后希望能够有能力 照顾好她吧 思思啊 你看天色也暗了 相处一天的时间也到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 我们今天做最后选择了 现在呢 男嘉宾也不在我们身边 那他是想通过我 让我呢 帮他带一句话 把他的这个心意 和他的这个方式 告诉我们的思思 那首先第一呢 男嘉宾他觉得 通过今天跟你一天的相处 虽然说你可能 在他身上看到了 他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他还是希望 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呢 他也对你呢 有好感 男嘉宾说 今天一开始呢 是你在彩虹桥下等他 所以呢 在今天约会结束的时候 他会在那个地方等你 也希望呢 今天你最开始说的 彩虹桥下的 那个等候的缘分 能够出现在他的身上 如果你愿意跟他 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么你就去到 今天你们第一次 见面的地方 你就看到 在那个地方 等待你的男嘉宾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你待会儿 就可以直接离开 好 那我思考思考 嗯 好 我来了 来就往里面坐一点 好吧 看到我上来了 首先第一肯定 这个结果不是你期望的那样 就不是一个对于你来讲 想要的一个好结果 对吧 那女孩的她也走了 就最后肯定 那今天的这个相亲 就算是失败了 她已经走了 是 最后我们牵手失败 还是会在意 就是她和异性之间相处的关系 太过于亲密 我希望咱们男嘉宾 通过今天的相亲 你自己要做一些总结 有一些教训 女孩最后没有选择跟你牵手 还是因为可能你在 和异性之间相处的一些 方式和态度上 她可能有些建议 这一点我觉得是你今天 可能一个收获 就是以后你要知道 怎么样和异性去保持一个距离 怎么样去相处 对不对 就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就是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能够努力弥补自己的 很多方面的不足吧 然后也尽量就是保持一些 和异性的距离 好吧 那我们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希望 在我们这座城市 寻找自己的缘分 也希望来报名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湖西行城二楼 反而游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好了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